我議員 主席 剛才何秀蘭議員提到 涂謹申議員說 如果有一些修正 它是減少一些殖民地字眼 而好像局長這樣說 是說沒有改變原本的意思的 沒有爭議性的 這樣都可以做 主席 做這些事情 其實就不需要用一個法律適應化 如果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有另外一種工具 就叫做Statute Law Bill 就是說我們的成文法條例 就是把那些簡單的技術性的東西 可以放進條例那裡 是很快可以通過 如果是純粹這些 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剛才局長回應我的發言的時候 就說這個法例第28章 他不會因為我說的那些 即是說要是《基本法》 《23條立法》那些去拖延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說法是很不正確的 你看回淘謹申議員剛才說的 他說想減少殖民地字眼 你在法例第28章 仍然是有些女皇陛下 等等這些殖民地字眼 你在一堆這樣的殖民地字眼裡 忽然之間你出兩個解放軍的字眼 你很好看嗎 這樣可以減低殖民地的字眼嗎 反而如果整個部分你不改的時候 你還可以跟別人說是 這個部分的文字我們沒有動過的 因為我們打算是一起去改 你這樣還可以說 你說我有碰過這條法例 我有改的 我只是改了其中兩個字眼 讓它變成解放軍 這個真是很解不通 主席 我也不明白 官員為什麼這麼擔心上頭派 要你做的事你就去做 但是你都要用自己的腦筋 看看怎樣做才是做得最好 你有朝一日你要做23條立法的時候 我都希望你做得好 不要真是有肉國體 多謝主席 有沒有其他委員會 葉國謙議員 多謝主席 剛才不少議員都就著 一些很具體的內容 都表達再一次表達 其實我作為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我想在這裡都很清楚地說 由法案委員會的第一天開始 其實都圍繞著 剛才所討論的問題 都是有傾倒 我們有議員 很清楚地表達了 不可以議員說到 他根本由第一天開始 已經覺得這個法案委員會的適應法 是不應該做的 是應該要修改 你要有關接觸這方面 還要修改的方式去解決 不過大多數在出席的委員會的委員 都認為適應法就是適應法 其實適應法不是現在我們才開始做的 而是回歸之後 都已經不斷地進行 這個過程中 都覺得很多做得很慢 現時這個就主要 就軍事提述這部分作出 所以剛才提及到 有很多可能不是理想的出現 不如一條條例裡面 只是有關軍事提述的 就會盡難改 但在這條條例裡面 其實有其他的用語 因為他仍然保留 剛才所說的英聯邦 或者女王閉下 有些事情都在這裏 為何不改呢 因為他沒有涉及到軍事提述 所以就沒有去做 這方面 我們都是在這一方面的討論 所以我想在這裏 都很清楚地表達 我們這裏 整個法會不會 我們大部分同事 是確實是 就著怎樣合適地 將已經是 關乎到 例如英軍 或者女王閉下 和這個有關到的 提出裡面的 這些用語 如何能夠改 如何能夠直接地 不要影響到 原來已經有的法律 去改變了它 所以剛才也聽到 當然有些認為 應該不見了的聲音 例如用墳墻 就很明顯看到了 根本也在現時的解放軍裏面 也不會為在泡沫墻墻裏面 做一個這樣的研究 根本也沒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但是這個法律就已經在這裏 我們用適應法律 只能跟回這些 類似這些討論 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想在這裏表達 為何我們委員會的 修法委員會 為何會都通過 都覺得這條條例 我們審議員要放上來 都基本接受 整條法律的修訂 主要是我們基於一個很清楚的原則 就是做法律的適應法 多謝主席 沒有其他委員會 不可以 主席 我多謝葉國謙議員 是我們任務 盡量去用我們的力 去出來 需要去改變 令政府改變 不幸政府不聽 但是不等於 我們不應該說 就算是浪費大家時間 所以為什麼今天 我要三番四次說 我也要說 就是因為這件事 真的太重要 主席 剛才葉國謙議員 有提到我們其他 法律適應化的草案 事實上在這個草案 我都參加了很多很多很多 現在有幾十條 五十幾條 差不多的適應化 差不多每一條都參加 甚至早期那些 黃宏發還是我們的議員的時候 要是他做主席 要是我做主席 我們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通常我們也是非常認真做的 因為就算是涉及醫藥 這些東西 政府的部門 都有出席 去跟我們說法例的實質內容等等 我們過去的困難 不是很大的 主席 因為很絕大部分 都是手掌眼見功夫 我們只需要知道 他沒有做的時候 是有些流亡之餘 走了進去 也有些我們是發現不屬於適應化的範圍 而處方也是有接受的 我們那時候做事是比較順利 而且我們在那個審議 這麼多的適應化條例草案的時候 也差不多定立了一些規則 我們大家有一個默契的規則 這次委員會的文件裏面也有等了出來 主席 其實有時候雖然是很少 但是本會的工作有時候都有些進度 就是有一次其中一個適應化的條例裏面 就是將香港駐港機構那幾個名稱等了出來 然後就說這幾個香港駐港機構 某一些條例是適用於這些駐港機構的 那個雖然它名為適應化條例 事實上不是適應化條例 我那個也都不因為它是名負 名實不符 我就去投贊成票 我沒有投贊成票 但是我也都有支持它這樣做 也都是鼓勵它在找一些新的方法 令到我們的條例更加完善 那個方法令到我們的條例更加完善 但是今天這個情況是很特別的 不單止是敏感 不單止是多 不單止是牽涉的範圍是複雜 不單止是政府的頭腦更加萌失 我們不單止是沒有進步的 我開頭的時候說 不單止是沒有進步的 我們反而為我們法例帶來很多嚴重的問題 所以主席 我真的希望議員想一想 不要支持這個 你雖然都是會過 但是你都要盡自己做議員的責任 是非對錯 法律應該是怎樣 我們這麼多人應該知道的 多謝 有沒有其他言語的發言 何索蘭議員 多謝主席 因為剛才禁制我這裡的制不著 確實我自己審議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是用這個適應化的原則去做 因為如果真是純適應化 好像政府這樣說是很機械式地搬自過子 其實有很多建議我們都不應該提出 我自己就是用一個現在情況 還有沒有需要現在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這樣來和政府商議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跑馬地墳場條例 我也多謝政府 你都同意刪除了它 不要等一些這麼荒謬的情況存在 但是譬如軍事用地這裡 我不接受局長剛才所說 只是因為我們以前是有一個中英兩國 大家的文件互相交換了的協議 就應該在我們自己的法例那裡 將這個軍事用地的定義改造 因為根據駐軍法裡面的第十三條 其實都是有防務目的這四個字的 後面也都有一個程序 它就講明如果特區政府 將香港駐軍的部分軍事用地 要用於公共用途 就是經過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經批准了之後 大家有一個同意的地點 跟著特區政府就重新為香港駐軍 提供新的軍事用地 去做這些軍事設施 裡面有一個程序很清楚的 就是就算以前根據那個 互相交換的文件列出來 是軍事用地 但是如果現在我們特區有需要 我們大學用地這麼緊 當然是有需要 幾幅地有這麼近 我們香港的幾間大學 特區政府是可以 根據駐軍法第十三條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 拿回那塊地 最多是用那塊地去補償 但是我們特區政府官員 不敢這樣做 另外反而做一個方法 就是在我們自己的本土法例裡面 就將這個防衛用途插了去 將它刪除了去 那客觀效果很清楚看得到 因為你在本土法例那裡 刪除了防衛用途 那這些三軍會的用地 在本土法例裡面就明正言順了 就經過你這個法律適應化的過程 所謂適應化的過程 就明正言順 那你就不用開口向中央政府 提出說拿回這些已經不再作 是防衛用途的用地 那你就容易過關了 但是香港的公眾利益就受損了 所以主席我是重申 如果是用一個機械化的過程去翻譯 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最慘的政府就是一時一樣 有時它不機械化的 在我剛才講的那些例子裡面 它就在加多減少 去為另外的目標去做一些事 去修訂法例 但是就掛一個名字出來 就叫做適應化 這個是我其中反對這個條例的原因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保安局局長 主席正如我剛才發言 我和吳威議員 對於我們這條法例的取態 完全是不同 但是我尊重吳威議員的意見 因為他對這個法律 適應化都做了很多條法例 但是既然我們在基本立場不同 我想我們都很難有一個共同的觀點 至於何秀蘭議員所講的軍事用地 主席 我自己覺得 與這個條例草運沒有直接關係 或者我們在另外一個場合 我們會再討論這個問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代決議題是 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我認為議題獲得 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副表一 我原唱各位提出的代決議題是 經修正的副表一 立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三讀 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軍事提述 條例草案 保安局局長 主席 主席 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軍事提述 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 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的階段 我動議此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兩位提出上述代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不可以議員要求記名表決 表決鐘響五分鐘 開通道 開通決議題 免許不上 大cu祭 2014 Moi ペンパ recept主 消費 分 иск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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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獲得通過 秘書